作詞曲 李宗盛 这就是深渊的力量吗 把人如同流一般踩在脚下 如果我能研究出 控制这种力量的办法 那岂不美哉 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渔国 本皇子很是欣赏你 竟然能想到 引发寿朝这种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办法 殿下谬赞 这大皇子虽然看着不受众 但野心一点也不比 二皇子的笑 我有个提议 不如你 我 还有纪无双兄弟 我们结拜成异性兄弟 如何 大皇子是想把天狼城 发展成自己的事业 以便来日对抗二皇子 往后天狼城在大皇子的庇护下 也不会再受到 五大家族的危险 这么好 我可以积极去挖出 三王影背后的阴谋 承蒙大皇子气中 我李渔国又怎么推辞 哈哈哈哈 如此甚好 这李渔国身体里藏着一股神秘的力量 逆阵一邪 不过 说不定 他日后真能搬到浩天身边 贼皇兄弟的事情 我知道了 他是个汉子 不如 我们就在他灵前结伴 让他给我们见证 好 我纳兰绝 我姬无双 我李渔国 今日在这里 结拜成异性兄弟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荒天在上 后土为证 倘若我任何一人背弃兄弟 愿受五雷轰顶 魂飞湮灭之灾 来 云帆 你食言了 你说过 要跟我一起建设天狼城的 你 你怎么能一个人先走了 你起来啊 起来啊 鱼谷 别喝了 云帆不会想看到你为了他这样的 都是因为我 云帆才丢了姓名的 他明明可以回家跟妻子过上平淡的日子 死的应该是我 我就是个废物 废物 鱼谷 求求你别这样 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这些年你为了保护天狼城 把所有的痛苦都揽在自己身上 我 我 不怪我 如果我再强一些 云帆就不回 莫儿 玉谷 我知道我很笨 不知道怎么安慰你 但是看到如此痛苦的你 我的心好痛 我和我自己为什么不能替你分担 孟儿 谢谢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从今天开始 你我成为真正的夫妻 永不分离 你 永不分离 姬家主 您是来找雨果的吗 我来找你的 找我 我刚得到消息 你母亲 因故去世了 自国君王多狡诈 这次面上不知道又会生出什么时段 回父皇 儿臣已将雨果带到 来人 将这逆贼拿下 是 且慢 皇上 草民有东西要献给皇上 请皇上看完后 再决定是否至罪于草民 是 父皇 这其中必有误会 行 我倒想看看 你献的东西 值不值你的命 是 皇上 火精 回禀皇上 这是天狼城产出的火精 通过提炼 我已将普通的火精提制为至精至纯的上等火精 能助陛下打造上等兵器 东西是不错 不过我把你杀了 然后再把天狼城所有的资源都拿过来 岂不是更好 皇上所言极是 不过我那倔脾气的娘子手握开采提炼技术 说是知道我出了意外 恐怕他会做出疯狂的几栋毁了整个火精狂 到时候两败俱伤 岂不是得不偿失 欲是不惊 欲是不惊 运筹为我 果然虎父无犬子啊 说吧 你想用火精换什么 喂陛下 草民怎敢与您谈条件 我对陛下的景仰 犹如滔滔江水 颜面不绝 又如 李雨果 朕没时间陪你演戏 说出你的目的 嗯 是 其实草民想用这些火精矿 换一个清早龙城的机会 为皇上镇守鞭枪 重拾我李家荣耀 龙城 那龙城贫瘠 人口稀少 盗贼众多 历劫成主 都是死在盗贼的手中 回陛下 草民不怕 草民愿为皇上分忧解难 除盗贼 守河山 贫瘠 龙城的宝藏 可是无法估量的 这李雨果 大的什么主意 不利用受朝 击败十万大军这事 跟我谈条件 却要跑去龙城 莫非 那边有比火精矿 更值钱的东西 好 好 好一个除盗贼 守河山 朕准了 李雨果听命 从今天起 便任命你为龙城城主 守我浩天边疆 臣 谢主龙恩 哎呀 我就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李雨果 太好了 看来父皇是真的信任你了 此话怎讲 父皇知道你已有家事 但父皇依然坚持 要将我皇妹许配给你 让我们亲上加亲 哈哈哈哈 这哪是什么亲上加亲啊 就是派了个祖宗来坚持我呗 头疼 家里已经够我吃一壶的了 要是再加一个 哎 我这是走到哪里啊 这皇宫太大了 竟然迷路了 我还是找个人问问怎么出去吧 小翠 是你吗 我了个去呀 不会这么狗血误闯了什么 公主皇妃的住所吧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